这座城市写就了巨变时代的精彩诠释 这所大学成就了春天故事的动人篇章 1983年深圳地方财政收入仅一个多亿 却以非凡的胆识和获利果断投入5000万创办深圳大学 升大当年建校 当年招生 当年开学 小平同志感叹 这就是深圳速度 因应嘱托一定要办好深圳大学 特区主要领导对创校元老说 当掉裤子也要办深圳大学 我给你钱 给你地 你给我人才 站在国家命运攸关的历史节点上 年轻的城市永奋斗扛起梦想 年轻的大学以初心照亮征程 这场奋斗就是改革创新 这份初心就是为伟大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十五年光明荏苒 实际完深大人 碧鲁蓝女 在改革开放的红维版图上 开箱拓拓 近年来 深圳大学迅速发展 开创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深大速度 根据国内外各大核心指数显示 深圳以基深全球进步最快大学行列 深大以优势学科为引领 从人才队伍建设 科研平台搭建 创新体系完善的方面 增强学校内涵建设 着力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在拔尖 卓越 复合理念的引领下 学校构建了工程分类 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专利申请和授权 屡创新高 这些数字形成一条条昂扬向上的曲线 显示出科研实力的快速提升 是深大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培养 使用 评价相结合的人才发展机制 构建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 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 深圳大学与境外200多所高校和机构 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 开展并生化 与粤港澳地区高校的交流合作 深圳大学在35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进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行列 是国内同心设立的发展最快最好的大学之一 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深大速度 十九大上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处在崭新历史方位的特需大学 踏上了新的征程 2017年 深圳大学发布文化创新发展纲要 力图通过十大工程 把深圳大学建成文化自信的排头兵 文化立校的典范 城市文化风标和先进文化的策源地 2018年 中国共产党深圳大学第五次党代会召开 提出建设新时代 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特区大学 大会破坏了一个目标 三种发展理念 自有大学五个走在前列的深大蓝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统币 这是我们的国 上下五千年大和浩荡 这是我们的城 四十年造就的人间奇迹 这是我们的大学 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 激扬着十几万个青春的梦想 照亮着千万人逐梦的前路 你如此坚定 又如此柔情 是青春的梦 更是人生的光 上海的大叙事中 十一共四十月 通信 脚 日升